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是与二叉数有关的内容 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 接下来我们介绍二叉数按层便利的内容 这其实是图的宽度优先搜索的一个应用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棵树 按层便利的结果为12345678 也就是一层一层的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答应 这种便利的方式是我们用我们熟悉的对列来实现的 但是在面试中往往要求面试者在按层打印的时候 连同行号相关的信息也打印出来 给定一颗二叉数的头节点HEAD 请按照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格式打印整棵树 那么这条题的难点是知道如何该换行 其实只需要两个变量LAST和NLAST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LAST的变量表示正在打印的当前行的最右节点 NLAST表示下一行的最右节点 假设每一层都做从左到右的宽度优先便利 如果发现便利到LAST的节点说明该换行了 换行之后只要令LAST等于NLAST就可以继续下一行的打印过程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所有的节点都打印完 那么整个过程就可以结束了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去正确的更新LAST和NLAST的问题 其实只需要让NLAST一直跟踪记录宽度优先对列中最新加入的节点即可 这是因为最新加入的对列的节点一定是目前发现的下一行的最右节点 所以在当前行打完时NLAST一定是下一行所有节点中最右的节点 接下来还是用例子来说明整个过程 先准备好一个对列即为Q 再准备两个变量LAST和NLAST 开始时令LAST等于节点1 然后把节点1放入Q 从Q中弹出节点1并打印 然后把节点1的孩子依次放入到Q中 放入节点2时令NLAST等于节点2 放入节点3时令NLAST等于节点3 此时发现弹出的节点1与LAST的相等 所以该换行了 并令LAST等于NLAST也就是节点3 从Q中弹出节点2并打印 然后把节点2的孩子放入Q 也就是放入节点4 同时令NLAST等于节点4 从Q中弹出节点3并打印 然后把节点3的孩子放入到Q中 放入节点5时NLAST更新成节点5 放入节点6时NLAST更新成节点6 此时发现弹出的节点3已经是LAST的节点了 所以换行并再令LAST等于NLAST 也就是LAST变为了节点6 LAST又成功的更新成了下一行的最右的节点 也就是说NLAST始终记录着刚进入对列的节点 也就是一直记录着目前出现的下一层的最右的节点 当某一节点走到LAST的时候 说明这一层打印完了需要打印换行 接下来让LAST等于当前的NLAST 就是正确的找到了下一层的最右的节点 从而每次都能正确的完成换行这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讲说二叉数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内容 我们知道平时在程序里面勾到的二叉数其实存在于内存中 逻辑结构当然可以用纸和笔画出来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希望用文件的方式把二叉数记录下来 这样一来 下次想重构原来二叉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凭借在文件中的记录将整颗二叉数还原出来 把二叉数记录成文件的过程 叫做二叉数的序列化过程 又叫二叉数的持久化过程 把文件中的记录还原成二叉数的过程 叫做二叉数的反序列化过程 二叉数的序列化方法很多 常见的有根据先序或中序或后序便利来进行序列化 还有根据二叉数按层便利的方式来进行序列化 给定一颗二叉数的头节点HED 已知二叉数的节点值类型为32位的整形 请设计一种序列化或反序列化的方案并用代码实现 二叉数序列化可以通过先序或中序或后序的方式序列化 这里我们介绍先序的方式 中序和后序的过程与先序是同理的 先假设序列化的结果为字符串Stream 初始时Stream等于空字符串 先序便利二叉数时如果遇到空节点 就在Stream的末尾加上Sharp 碳号 Sharp表示这个节点为空 节点值不存在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特殊字符来表示空的这个节点 碳号表示一个值的结束也是一个特殊字符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特殊字符表示一个值的结束 如果遇到不为空的节点 假设结点值为3的话 就在Stream的末尾加上3碳号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 根据先序便利的过程 首先遇到头节点12 所以Stream变为12碳号 然后遇到节点3 则在末尾处加上3碳号 变为12碳号3碳号 然后遇到3的左孩子和右孩子都是空节点 所以继续在Stream的后面加上Sharp碳号 Sharp碳号 然后便利到12的右孩子也是空节点 所以Stream最终为12碳号3碳号 接下来是Sharp碳号连续三个 为什么在一个节点值的后面 非要加上一个碳号 或者其他的特殊字符来表示一个值的结束呢 因为如果不标记一个值的结束 最后产生的结果可能会有奇异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棵树 虽然是不同的树 但是如果一个值没有结束符碳号的话 两棵树的先序序列化的结果 都将是123Sharp Sharp 接下来介绍如何通过先序便利序列化的结果 结果字符串Stream重构出原来的二叉数的过程 也就是反序列化的过程 把结果字符串Stream先变成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假设计为Values 数组代表一颗二叉数先序便利的节点顺序 比如Stream等于12碳号3碳号Sharp碳号Sharp碳号Sharp碳号 生成的Values为123Sharp 然后按照先序便利的顺序 建立出整棵树 首先遇到字符串12 生成节点值为12的节点 然后用剩下的字符串 建立节点12的左子数 接下来遇到字符串3 生成节点值为3的节点 它是节点12的左孩子 然后用剩下的字符串 建立节点3的左子数 遇到了Sharp 生成空节点 它是节点3的左孩子 该节点为空 所以这个节点没有后续建立子数的过程 则回到节点3 用剩下的字符串 建立节点3的右子数 接下来又遇到字符串Sharp 生成空节点 它是节点3的右孩子 该节点为空 所以这个节点又没有后续建立子数的过程 那么回到节点3 再回到节点1 用剩下的字符串 建立节点1的右子数 又遇到了字符串Sharp 生成空节点 它是节点1的右孩子 该节点为空 字符串也用完了 那么整个反序列化的过程结束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用什么样的便利方式序列化 就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序列化即可 代码实现的也比较容易 一棵树序列化后的结果 在下次反序列化的时候 绝对不会发生奇异 一定能重构出结构与之前完全一样的数 中序和后序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过程 从里这里就不太强述了 二不差数还可以用暗层的方式 来进行序列化 也就是用对列依次暗层 便利所有的二叉数的节点 遇到空 就在字符串后面添加特殊字符 表示空节点 并添加特殊字符 表示序列化这个空节点的过程结束了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碳号也好 或其他字符都好 遇到非空节点 就在后面添加节点值 表示该节点序列化的结果 并且也添加特殊字符 表示这个节点的序列化完毕了 反序列化的时候也一样 根据字符串数组 并按照层便利的方式 建立出整棵树即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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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打赞 感谢观看